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邓小平的八字命格 这个诗诚有点正义 有人用论子诗,有人用鬼丑诗 我用的是鬼害诗,反正姑且看之吧 无一例外都是以水为主的 地质的话生子成三河水,天干又有水气 所以他整个的命格都是水 要用甲木来泄水 所以甲木为用七杀,七杀掌权 七杀为将军刚毅果决的人 他应该是属于军事家 没问题啊,也确实 刘邓大军嘛,智慧 领导越战 当然这个越战是中越战争的 不是美国的越战 这个命格的话,确实他当家座主是比较好的 因为整个都是财啊,物质的 基本上都好 以普通的人的命格来讲的话 物质都有钱 基本上都有钱 大家座主没问题啊 就是经济发展为中心 是他提到,没问题 水嘛,水主智慧 智慧肯定有啊 水代表的是论下 火为炎上 什么意思呢 那个毛泽东是丁有热 丁火耀眼的,要看得到的 要鸣声的,要好听的鸣声 有点虚弄,也不能说什么虚弄吧 就是那种红太阳啦 毛主席啦 伟大领袖啦 他这个就无所谓了 那水的话相当于说比较务实的 也是他提出什么白毛黑毛会抓老鼠 就是什么,好毛吧 应该是这句话 也确实啊,那个水这么多 水是润下的,水是弯弯曲曲的 遇到阻碍怎么办 闹着走 他也是闹着走 各自争议共同开发 这个一国两制 反正都能够见到他的一个妥协 而不是一味的强 这种强悍啊 或者说这个 这种铁碗 他铁碗外交确实有一套 总是一种闹着走 知道妥协 知道懂得妥协的人 才是真正的这个成熟的人 一味的这个强硬 四个人都会强硬 傻子都会强硬 萨达姆也可以强硬 结果呢,挂了嘛 这种才是真正的这种外交家 佩服啊 水主智慧啊 能够说一些 就是大家双方都能接受的 一个共同的一个焦点 远交进攻 这个就不来吹捧了 那确实站在这个比较中立的角度 不考虑说 什么攻击不攻击 以结果来论 以结果来论 确实不错的 对自己的隐忍 对低忍的残忍 这才叫伟忍啊 然后这命格呢 物质最忌讳者的是火嘛 所以说比如说66年 炳五年 66年是文化大革命第一年爆发 66炳五定位物胜己有 这几年尤其是6667以及69年是最糟糕的 对他而言的话 看一下 应该是66年 66年第一年就被打倒了吧 没错的话应该是这样 66年 没有啊 这个应该是66年 那时候被解除一切就自拍了 67年就被解除了 真惨 这个邓苏平 弟弟啊 好 然后以这个 就下去看 因为过去已经发生了 就没必要再来讨论 我只是验证我的一个说法 应该是甲木为用 而且呢这个地质不能够见火 所以炳五年66年吧 67年丁卫年 为这个土壳水也不行 天干见火 地质见火 都都都很糟糕的 比如说这个89年 就很明显了 89年是更成大运 刚好击土夹击一合 权力有一点更替了 这个四海冲 四火出现 弟子最怕见火 这个一冲 就很糟糕 当然90年也有一些波动 当然这个波动的话 是一般来说 90年好像都不会提了吧 凡是89年政治风波这个字 应该都知道 这个90年应该也不行 六四之后西方古力也确实 更五年嘛 更五年 直五冲 所以89年90年 这也是命啊 也是这个整个人 这个也没办法去改变 它就会有这样的情形发生 直五冲 所以90年也不行 89年的话更加有一种冲的像 甲子一合有权力的更替 然后他去世是在97年吧 97年是丁丑年 应该是在这部运上 新四运上 丁火出现 丑土人 当年我记得 当年我还年龄小 就是说这个96年说就传出来 有去世了 96年肯定不会死 丁子年嘛 止水为用神 怎么可能呢 不能说为用嘛 他也算是一个牺牲 怎么可能去去世呢 虽然可能有重病啊 96年 97年才是嘛 97年丁嫩和 丁火出现 把这个嫩水也和 地支支丑和 大运又是在南方火地 在这一年难过97 应该是这个理由吧 他邓小平的能力是强的 没问题 当然这个后世 都不是主流了 都会说他怎么什么 八九什么不好怎么样了 这就不去管 94年原因就是 94年是这个 就是假许年嘛 假许年 城市相冲 应该 有问题应该是96年吧 丁子年吧 肯定是在丁子年的 这比较明显的 丁火出现 97年才能够 才说去世 他这个当外交家 或者说领导 改革开放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改革 确实没问题的 这个命格是不错的 是可以 好吧 这种过去的 因为他毕竟已经去世了 人已经这个 发生过了 就不来多谈 从他的命格来讲 是 是一个掌权的 发财的 为将军的 相对来说低调的 不喜欢耀眼的 不用当红太阳 不用当红太阳 不用当这个最高领导人 实际的领导 他是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实际的核心 从来没有说他是什么什么 这个邓主席 没有这样的说法 没有说是邓书记 一般来说都称呼为小平同志 比较常见 为什么 都是谁啊 谁为论下 论物系无声 不需要张牙舞爪 不需要火一样的耀眼 所以他是和这个 毛泽东的区别就在于此 好吧 就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 供过是非 自在后能品 这个我就不出管 我只是以命令来分析 加木为用 谁太多了 将军 这个没问题